你没张眼睛啊 没看到这么多人排队吗 一看你就是新来的吧 不知道我是谁吧 不管你是谁吧 今天就是总裁来了 也得排队 你给我躺着 哎你 算了吧 他可是我们摄影部的主管 你惹不起的 主管 我才不管 行了快走吧 不然迟到了 那个你跟我在这 我爸明天过生日啊 回去一人三百 新人五百 行啊 我给你包一千 这才对嘛 新人就要有新人的态度 大家要向小玉学习啊 呢 唐小玉 你玩我 没有啊 我这叫代金券 等我爸过生日的时候 你再把质量纸送回来 你就不用送礼金了 你 不过 你要是不介意 还可以多加点 唐小玉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本来你爸过生日就跟我们没关系 怎么 当我都冤大头啊 你怎么不去抢呢 对啊 本来就跟我们没关系 我也不会给的 你给我挡着 你不是能耐吗 这个方案 明天客户到之前 做完 现在都下班了 我做 哎 那我陪你做吧 这么多方案 你个人肯定也弄不完 行 唐小玉 客户马上就要到了 你方案呢 昨天明明做好的呀 可是电脑里 不知道怎么没有 别狡辩了 你知道耽误这个方案 会给公司造成多大损失吗 你被开除了 张总 您怎么来了 小汤总 您怎么在这 小汤总 你要开除谁呀 林小姐 我这个问公司啊 有点意思 这么多年不见 你还是这么爱玩啊 你说你 放着总裁 分不当 非要去什么分公司 当什么小汤 你那么忙 我在家又无聊 还不如去找点事情做 怎么样 那个 再分公司 帮我好好照顾小景 好的 唐小 我的身份 可要保密哦 小姐 又忙了一个通宵吧 工作没做完 可以第二天再做吗 你要是累坏了身体 我怎么跟汤总交代啊 我就是 他肯定是 凭关系 进咱部门的 就是说 咱俩飞那么大劲 才进来 他倒好 轻轻松松就进来了 咱们得想个办法 收拾他 那个基金公司 孙总 你提他干嘛呀 车子我带了个绿色的围巾 被他骂了一顿 后来我才知道 在基金里 绿色代表爹 这是孙总最忌讳的颜色 咱们要让小景 穿绿色衣服 去找孙总 只要损失孙总 这个大客户 那他一定会被开除 好主意呀 小景 下午有个客户 你去接待一下呗 可是我没接待过客户 这是对新人的磨练嘛 那行 你不会打算穿成这样 去见客户吧 有什么问题吗 见客户要正式一点 我们是要谈项目的 你这样显得多没成绿 这样 你穿这个吧 我新买的 还没穿过呢 先给你穿 谢谢你啊 轩轩 整这个项目谈成了 我请你和佳红吃饭 你今天不是在公司吗 快看看怎么样 我今天下午要去见客户 谈合作 还不错 不过 你这脸色有点憔悴 你看 这气色一下就不一样了 明总 小景呢 那个佳红和子萱 带他见客户去了 客户 哪个客户 就是那个孙总 不过奇怪的是 那孙总明明考验绿色 小景还穿个绿色的衣服去见他 不知道怎么回事 孙总好 这就是你们公司谈合作的态度吗 要是这样 我看今天的合作 就没必要谈了 孙总 别来无恙啊 汤总 你手下的人 有点没礼貌啊 孙总 这次是我们的失误 作为补偿 我愿意多让百分之十的利益 够诚意 我签了 汤总 我还有事 咱们下次再聚 孙总慢走 汤总 小景 穿绿衣服 见孙总 也不认为我们 我们知道之后 赶过来 想阻止他 没赶上 就是 有公司造成那么大的损失 我看你咋办 明明是你们让我签的 汤总 我们可是老公公 你得相信我 就是啊 唐总 小景是我亲子 你们说 我该相信谁啊 我不知道他是您妻子 您就原谅我们吧 小景 你能不能求求唐总 不要开除我们啊 大家都是同事啊 对对对 怎么会开除你们呢 这次合作的损失 还需要你们来还呢 哎呦 你看那女子就撞的人了 不是我 还付给钱 怎么有你这种人呢 撞的人还想跑啊 你是你自己撞的人了 哎哎 大家快来看了 好事撞的人就想跑啊 别拍了 我可是在直播呢 刚刚全程我都录下来了 一定给你主持公道 今天算你们懂事了 你们我等待碰词的 什么人 走走走 谢谢你啊 没事 完了 我们要迟到了 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他们走 这女孩还挺有意思的 哦 对了 看秘书 关公司有人冒称我女孩 你去查一下 看看你们 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合同合同出错 现在上班时间也不遵守了吧 对不起啊 主管 我迟到了 谁说你迟到了 是他们来找了 就是一个总裁男友 你也不知道真的假 就是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小金怎么可能说谎呢 行行行 赶紧工作去 小金啊 咱们公司一直不受总公司重视 我的心里很苦恼 但是现在有了你 就不一样了 你看什么时候能把汤走起锅了 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呀 他最近很忙 可能没时间了 是没时间呢 还是根本就是假的呀 就是 哎 小金 你的快递 哇 你们看 真的是汤总这个小金的 听见没 我就说吧 小金不可能骗我 你老在这儿治理别人干嘛 把你打扫厕所 赶紧去 小金啊 咱们公司能不能飞黄腾达 就靠你了 就靠你了 小金 是啊 是啊 汤总 查到了 那个女孩叫小金 就在这个咖啡厅 行 我自己去吧 演员呢 你靠不靠谱啊 这么久还没到 你就是小金 怎么是他 你就是演员 哦 我是汤小鱼 入戏还挺快嘛 就你了 先说好啊 你今天的任务是 装作汤小鱼假扮我男友一天 这是定金 事后给你结尾款 啊 来不及了 走走快迟到了 小姐你终于来了 这位就是汤总 汤总 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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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总 里边请 汤总 我们分公司的王总呢 听说你要来 所以想和您叙叙旧 看这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哦 好 王总可是见过真的汤总 我们一会儿赶紧跑 啊 啊 汤总 汤总等会儿还有重要的事 我们就先走了 哟 这么着急走啊 他还有会要开 哟 开会呀 我怕是害怕被我戳穿 想早点跑 什么戳穿 说什么呢 啊 经理 视频我已经发在我们群里了 这个汤总 根本就是假的 他是小锦请的小演员 小锦 小锦 原来你这么虚伪 可我怎么相信 你就这么确定 我是假的 证据都在这儿了 你不会还想说 自己就是汤总 哈哈 哎呦 汤总 您能来我们分公司的小聚会 那真是蓬毙生辉啊 哎 不是汤总 你叫他什么 放肆 怎么能对总公司的老总指指点点呢 鞠躬啊 汤 汤总 怎么 我可没骗你 见面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